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不旧也不算新的模型 我相信你们也是有在youtube看过有很多人甚至拿来改装成一些很特别的死的啊或者是只是改一些景象长的问题啊 这样罢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会把它改成另外一个素体 还没有改成另外一个素体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的是 我是在淘宝买是人民币180 人民币180到底如果是他没有拿来改装的话 他到底这不值得这不值得你们买 你们也是可以给我留言在下面一给我一个留言啊 所以这不值得买180块 首先先讲我本身 那单来180块啊人民币是便宜 我会买第一个我看到的人民币80 第二我会买的原因就是他跟赛秀有好像有关系到赛秀又有关系到 endgame的美国队长 所以两个衣服 呃两个衣服在一起的话就变成好像很奇怪这样子就是有赛秀又有endgame的美国队长的衣服两个合成一个 所以我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奇怪我会买的原因 呃我还有一个我会买的原因就是我 我看过他的这个衣服之前我拿出来我看他的衣服的时候 呃真的是很美是车工方面真的是很美 呃都很细也没有什么呃问题 呃还有手工方面我呃我打的分就是他开始在 呃充的玩具方面我给的分是在85分左右都是蛮不错 头雕都是有85分左右都是蛮不错的 这个是我会买的原因 呃我不会买的原因 呃我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当我第一眼看上去在淘宝看上去的时候他们有拍很多一些 呃图画 所以我一看上去我第一个我不会买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肩膀 素体 还有颈像很长 肩膀很阔素体很大则就好像他的素体就是根本是用在T800 未来战士的素体 还有一个我不会买的原因就是 他这两片东西我不懂是叫些什么东西就很奇怪 如果你们做cos play的人 呃一些1比1的1我相信都不会做成这样 就是 呃把这片东西 放在肩膀 放在手臂 再呃用一个绳子或者是塑胶 绑住这几手臂 他随时会掉下来的 呃好像那个感觉根本是不舒服 我看了就是很奇怪的这个也是我不会买的原因 嗯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 呃180人民币是便宜 你们会买或者不会买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嗯 或者可以给我一个like或者是dislike 不会买 呃最重要的还是要subscribe 呃等下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给大家在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说 呃他的树体是 怪怪的 还有把它扯散出来的时候是怎样的 还有我想 改的树体是什么款的树体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买的时候是便宜 人民币180那当然我不会把它改成fyson的树体 也或者hot toy也或者是workbox那些比较贵的树体我是绝对不会改的 因为 首先 我想改的是 又便宜又简单又美 又适合美国队长 又适合 呃 这个crazy toy也好 team or prototype也好 这个款用 最重要是适合到 又便宜是最好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树体 等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影片 呃整体的影片 再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他给我两着都是右手的手臂 你可以看到左手有螺丝洞 右手没有螺丝洞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着都是右手把它放成一个素体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乖乖的就是 他的腿很肥很肥很粗很难看 还有他的这个后尾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屁股特别翘特别的难看 我也是 算了我们不讲这个了 我真的是看了真的是没有胃口 我们看一下我改好的美国队长 先看看他的肩膀 这个是已经改好了的 美国队长 Caustic Spartan的素体 有什么任何意见 美或者不美 满意不满意 也是可以跟我分享 在下面留言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改好的 整个改好的过程 其实用了一些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罢了 其实是他是很简单 头前大家也都有看过影片他拆散过后 呃是没有几样东西 鞋啊衣服啊都是这样 只是比较难开的地方是他的这个 上半身这一个比较 呃塑胶的衣服比较难开 因为他是粘食的 你们一定要把它撤开 那我会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 呃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我放在跟 呃 Ironman一起 他的肩膀 呃他的宽度 胸手臂都是 跟 呃马克6 马克42是一样宽的 是没有没有头鞋 那一个那么难看 再看一下他的旁边 你可以看到他旁边 他也没有 没有那么好像肿起来的感觉 嗯 我再拿钱一点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他呃整体看来就 刚刚好的感觉 这个是我也是非常满意的一个 改到非常满意的一个用 Caustic的素体 其实他不需要用 Fyson的 你Fyson你买到很贵很贵 你放上去的时候 他也是一些布置盖住 你根本是看不到的 其实眼睛蛮不错的 只是一些灯光啊 看不到头雕方面都不错的 还有我改的一个 呃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 我有改的就是 他的这个高度 我有把它增高3个cm 加长加多一个 加多一个黑色的connector 在里面就是多一个3个cm 因为靠stick button的素体 他呃原来的素体 他是会比较矮一些 就是矮一个3个cm左右这样子 所以一加高过后 他就跟其他的 呃Hot toy或者一些冲的1b6的 其他的模型都差不多一样啊 升高一样 如果没有加的就 呃比较难看哦 比较矮一点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星星是本来是白色的 我也是把它改成呃 银色 还有这一个A 我也是把它改成银色 其实这个很简单 大家都会 因为这个只是用一些银色的笔 一些artline笔 帮他涂上去 嗯 ok 我要跟大家讲解的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难开的部分 比较难开的部分就是这个旁边这一边 你们要用手跟它拔开 当拔开过后你们要很小心 有时拔不开你要用一些嗯 刀片慢慢的割开过后才能够把整个衣服脱出来 那当然脱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它放成另外一个树梯 它会呃不是很适合你一定要把它改装一点 改装一点就是说把它割小可能它黏回的时候它会比较阔 会松松所以你一定要多少割一点再把它黏回就看了比较紧比较贴身 你可以看到左右边比较贴身 还有一个我有改的部分就是它的头雕 它来的时候我不懂可能Hot Toy也许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可以看到它看到里面头刻有一个洞 所以我放呃我把改一片布在里面 所以说就看不到有洞 所以怎么样转都看不到 我有加一片布在里面 还有的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看不到那个 它手臂的这一个之前它是用一些塑胶弹住的 所以我把它改成细铁 所以细铁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 等下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细铁 到底是从哪里来怎么样的得到 你们也你们也可以做做的很容易的 就这样子把它吸住 其实它吸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掉而且手也可以上也可以下 它不容易的掉下来 所以也不需要去理它当你粘上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玩它都可以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闷的时候 比如说我不想我不想放这个 我可以把它拿马可42 马可42我也是把它改装成细铁 我还是可以把它吸上去 这个是很无聊的时候才玩 所以不看啊 就这样把它吸上去 就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细铁是从哪里拿的呢 这个细铁其实是从一些不要的电话壳啊 丢出来的它里面一定有一些小细铁 所以从那一边你们拿出来熟住 你们喜欢改模型的人 以后一定会有用到的 还有一个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再加多一个细铁在他的手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多一个细铁在他的手的话 这个盘牌是很难拿的 通常他们会把它的手指抠在里面 所以我不建议 因为很紧 当你抠在里面 你要拿回出来的时候 我怕这个东西会断掉 所以我的 嗯 我怎么样改 给大家看一下 我加多一个细铁 我有很多个 这个完全我都从一些不要的hz 拿出来的一些powerbank啊 电子的东西都有的 就拿一点点它是一小片一小片 所以拿三片大概是三片 就放在它的手 一个 它原装的时候它已经有细铁 所以这个不需要 只是放在这边 所以这边它能够吸住 在原装的细铁再吸住的话 它就会很稳 你可以看到它很稳的 它是不会掉的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不懂大家 认为是 ok还是不ok 其实我是蛮 蛮满满意一下的 我觉得这个书题是蛮适合美国队长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 问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的还是 subscribe 我会 未来我会做更多的影片 可能一些比较难的 比如说一些 Tony Ressing Tony Ressing的那一个 他在变身的时候 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东西 也许我会做给大家看 不过还是要subscribe 更多的subscribe 更多的影片 谢谢大家 今天的影片到 下集完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下集完 后面 下集完 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